以前在金华吃过他们当地人在家里做的这种大馄饨 感觉很有特色 偶尔想起那个味道就会自己做一些 这个肉就是纯瘦肉 我用的是前腿肉 把肥的和筋膜剃掉了以后剁成肉末 放姜片、胡椒粉、生抽料酒 还有一点点的青红辣椒末 抓拌均匀让它腌制一下 再准备几个胶白 胶白就直接给它全部切成丁 然后放碗里面备用 锅烧热放猪油 摊两个鸡蛋 鸡蛋倒下去熟了以后直接给它倒成鸡蛋碎 前过鸡蛋的锅就不用洗了 重新加点油 然后把胶白丁放下去翻炒一下 炒个两分钟左右 可以先放一点生抽 搅拌均匀让它有个颜色 然后呢再放适量的盐调味 再次翻拌均匀了以后 胶白差不多就炒好了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把鸡蛋碎还有青红辣椒末放进来 搅拌均匀 这个青红辣椒末喜欢吃辣的可以放辣的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放不辣的 但是一定要放哦 因为可以增加自道菜的香味 盛出放到一边晾凉 就可以开始包啦 今天买的是现成的这种大馄饨皮 包的时候是先取一勺 胶白鸡蛋碎 然后再放一点肉末 馄饨皮的两边可以蘸点水 然后给它对折 对折完以后尽量把那个馅料往中间挤压 然后再边上一个角落里沾点水 捏合起来就好啦 全部包完了 包了两盘不到一点点 剩下这一盘给它煮了吃了 碗里放葱蒜 辣椒面 生抽 还有一点点的蚝油 再放一点虾皮 浇上热油 然后再把煮好的大馄饨烙进碗里面 再加一点煮馄饨的汤水 然后搅拌搅拌就可以开吃啦 什么东西这么甜啊 在客厅看电视的儿子都被香晕了 马上跑到厨房问我是什么东西啊 这么香 这几天我们这儿突然降温 然后我又感冒了 吃上一碗这样热热乎乎的大馄饨 真的是太舒坦了 汗也出了 人也惊声了 我是凭着记忆做的这道大馄饨 是不是正宗就不知道啦 反正我觉得挺好吃的